好 那我們總計是351例 好 那有4例境外移入 所以我們在本土有274例 73例校正回歸 那這一部分總共是347例 347例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就是從校正回歸的部分 那案件數從5月21日當然是最高峰 那經過這段時間的努力 那劍刺這個案件數已經慢慢的就是縮小下來 因為在這個圖表大家可以看得到 所以相對的大概就在前一天 這樣的一個數目還稍微多一點 那其他的就已經是非常零星 那就要說我們劍刺的把這個清出來 那換句話說隔離的效率就會變高來 那根據我們整體的一個專業的一個報告 就是到5月30號 我們的現在的RT值是1.02 1.02 那我們在最高的時候 大概列於在5月13日是15 這段時間 大概有高達大概百分之15 等於是15 RT值是15 那時候是非常的高 那當然我們在這裡面經過 5月15日的 這個雙北的三期 那5月19 全國提升到三期的這樣的疫情警戒 那我們可以說說目前的疫情我們是應該到了1 1.0 基本上朝向可控的範圍在前進 那這個是比較好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也要感謝 全國 全國的我們的人民 那還有各地方政府 大家一起非常積極的 實施這相關三級的警戒 應有的作為 您們在這裡面 每天都反省 更耐